中国28号通过港版国安法 动摇香港高度自治地位 立法院29号发出共同声明 坚定支持香港人民捍卫民主自由价值诉求 对于中国略过香港立法会 制定香港版国安法破坏港人自治 50年不变承诺表达严厉谴责 并将持续关注香港情势发展 适时检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相关规定 监督政府相关部会实际执行情形 武党籍立委林长佐也发起成立 台湾国会香港友好连线 获得高达48位立委支持加入 成员横跨立法院各政党 我想香港友好连线就有这个责任 把这个声明的精神 支持香港的精神继续延续到未来的四年 让我们这一届成为最支持香港的一届的立法院 我也希望中国政府悬崖热马 想清楚自己一个独裁政府 这样子去对抗全世界 包括在台湾不分党派的这一种 对你的谴责 我想这个对自己中国内部也不会是好事 跨党派立委有志一同加入连线 希望以国会殿堂高度 为称香港尽一分立 这一次的香港国安法 它大幅的去限缩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 以及干预司法的独立 那我想对我们台湾原住民族而言 我们一直都在追求所谓的原住民族自觉 原住民族自治 那我想如果这样的框架 框到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岂不就是所谓的颠覆分子 恐怖分子 对于朝野立委共同支持 捍卫香港自治跟人权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也表达最高敬意 强调陆委会有责任落实立法院共同声明精神 展现我国身为亚洲民主堡垒 对香港的支持与关怀 原事新闻 朱古一顾立法院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